人体结构的 因为像是做这种人物角色 如果说你自己连 就是人体的 你要做人物 对吧 你连人体结构都不了解 那你软件用的再溜 你又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你要做人物 你当然是要了解人体的结构 好吧 比方说像 从鼻梁鼓到鼻尖到壳 口腔这里的结构 看见吗 我就会跟它做的像这样鼓起来 让它这里是一条这种下斜线 知道吗 因为你的这里是口腔 口腔是要吃饭的 里面有牙齿 有舌头 里面还有个空间 所以这一块是鼓起来的 知道吗 然后像湄公鼓的话 相对的 我们也会把湄公鼓往前移一点 好吧 在这边的话 我们接着去走 接着去走 像之前给你们送了人体资料 然后其实 如果你们自己想要学好的 像我们的专业课程里面 也会有详细的就是人体的教学 这个也不用担心 好吧 那么这边我们把形体做好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网格有的地方 它的一个布线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拉伸 一般来说 我们去调整了模型的形体之后 我们就要去重新给模型布下线 重新布线的功能叫做Denomation 这个Denomation就是ZBrush这个软件 它封神的原因之一 它不管你的模型现在的造型是什么样 你只需要重新激活Denomation 它就可以给你的网格进行重新的布线 大家再看 现在的网格是这样 点击Denomation之后 看见没有 它就重新的给你的模型进行一个布线了 比方说像有些地方 我们网格已经拉伸到了很离谱的一个程度 对吧 同样我们重新激活Denomation 它不会改变你模型的外形 而是直接在你这个外形上 重新进行布线 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重新去进行雕刻 懂了吧 比方说像我们去做一些机脚这样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到这样的功能 Denomation是我们调形的时候经常会去使用到的一个基本的工具 好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调出了它的一个侧面结构 我们还要回到这面结构来 去把它的这边的基本形体给塑造好 比方说它的一个煤弓 对吧 煤弓的位置呢 我们会用基本的粘土雕刻笔刷呢 稍微的跟它去带一下结构 然后Smoth平滑掉 然后再到我们鼻梁这里呢 去带一下它的一个基础结构 带一下它的基础结构啊 Smoth平滑掉 好吧 确实方便 调一下就要点一下嘛 不是 像当你的模型啊 点线面出现了拉伸的情况啊 我们呢 就需要重新去跟它激活Denomation了 因为你拉伸的点线面在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雕刻的 看到没有 我们雕刻的话 所有的起点都是得在这种偏向于正方形的模型上 我们雕刻出来的东西 它才是比较正常的 如果你在这种拉伸的网格上进行雕刻 它雕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知道吧 知道吧 所以我们需要 如果说你的模型网格拉伸了 我们就重新激活一下Denomation就好了 好吧 那么再回到这边来啊 你看我们稍微去调整一下它的脸型啊 脸型的下巴这里宽了 对吧 那么我们拿木工具的往里推 往里推 然后整个下颗骨呢 宽了啊 我们同样的往里推一点 好吧 那就轻轻的往里推 像有没有有没有一点像我们那种小时候 捏橡皮捏捏捏捏人一样的感觉 是吧 有吧 好吧 像这种形体的话呢 继续啊 我们往里推 然后顺道的呢 在这一块啊 在这一块呢我们去修一下 修一下它这个煤工骨的到这边涅骨的位置 涅骨这里呢 转折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太阳穴的啊 我们也要轻轻的啊 往里雕刻 因为像我们笔刷雕刻的 它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呢 比如说我们笔刷正常雕刻模式 它是这样往外突起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按住Alt键 按住Alt键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反向雕刻 它就可以往里凹了 知道吧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做这个太阳穴的话呢 太阳穴这个部分 对吧 人头这里的结构呢 它是凹进去的 相对的呢 我们就要轻轻的给它往里凹陷 好吧 进行Smoth的平滑 按住Shift键 可以进行Smoth的平滑 好吧 把眉头这里呢 稍微的啊 再给它呢 稍微的放松一点 OK 稍微的放松一点 把眉头这里 你看 我用这样的弧度啊 去表现它一个眉头舒展开来的感觉 好吧 OK 对 所有的笔刷都有正向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反 就我们正常雕刻它是往里凹的 我们按住Alt键 它就可以往外凸起来 这样 所有的笔刷呢 按Alt键都是反向雕刻啊 你懂这个意思就行 好吧 继续啊 像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形体塑造成这样之后 我们要去改它的下巴了 因为像这种20元卡通的角色 它的下巴真的是非常尖的 然后呢 我们稍微的去收一下 稍微的你看 把这个小尖下巴呢 给它收出来 收出来之后 收出来之后呢 把小尖下巴我们往前推一点点 好吧 往前推一点点 再来呢 把它的这边下颗鼓的鼓点啊 表现清晰一些 老师 你现在用的是手绘板还是鼠标啊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数字雕刻 那么你用的就一定是手绘板啊 鼠标是雕不了这么好的效果的啊 你记住啊 因为鼠标它是没有一个叫做压力感应的东西 什么叫压力感应呢 大家在纸上画画的时候 对吧 你可以根据你手的力度 去控制你的线条的轻和重 对吧 你可以用 比如说很轻 对啊 可以很轻 你想用力的话呢 可以控制很重 那么手绘板呢 就是代替了你在纸上画画这样一个功能 你如果在手绘板上画的力气比较大 那么你在电脑里雕刻的它就很重 如果你在手绘板里啊 用的力气比较小 它就很轻 但是因为鼠标没有这样的功能 鼠标雕出来 它永远都是非常非常死的这样的线段 这个是鼠标做出来的东西 它不会有轻重的变化 你看啊 我拿手绘板对吧 我现在很轻 对吧 然后呢 我慢慢加重力气 看见没有 然后再慢慢的 变轻 看见吗 这个就是手绘板它能达到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做游戏建模是必须要有手绘板的啊 这个是必须的 好吧 然后顺带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的一个脸型做成这样之后 稍微把整张脸部我们调的饱满一点 好吧 那稍微把整张脸部呢 我们用木笔刷呢 稍微调的饱满一点 让我们在这条线能够看见一个明显的这种明暗的转折 看见了吗 你看我在正面看到没有 这一条线看到没有 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明暗转折啊 这个是做手绊啊 就非常重要的点 好吧 我们要去找到它这个明暗交接的线啊 然后适当的呢 把不平滑的地方呢 我们快速的跟它呢 做平整 做平整 好吧 差不多做到现在这个步骤 我们接着用Clean Building Up这个粘土雕刻笔刷呢 我们去提高它的一个颧骨的位置 轻轻的把它的颧骨带出来 这么去掉 带出颧骨的位置之后呢 眼睛这一块我们稍微的给它弄平整一些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手绊的同学啊 基本上呢 像很少很少有手绊的眼睛 它是会用放球进去的一个方式 它很少会去做眼球 基本上呢像它眼睛这一块就是一个平面 然后通过用贴水贴或者是说用喷漆的方式啊 把这个眼睛呢就是画在模型的表面 知道吧 这个是很多手办会去制作的方式 所以一般像这种手办模型呢 是不需要去雕刻眼睛的 等会呢我会教大家怎么去画这个眼睛 好吧 那现在呢我们要去把它的一个造型形体 这些结构呢给它塑造好 塑造好它的这些基本的形体结构 在这里呢 把这些肌肉衔接的感觉 我们给它呢做平整做工整 然后差不多 差不多在这个基础上 差不多在这个基础上呢 把鼻子啊鼻尖这里啊 我们稍微聚拢一些 看我怎么做鼻尖的啊 教大家一个小操作好吧 按住Ctrl键 Ctrl键呢我们可以切换出遮罩笔刷 在鼻尖这里呢我们画上一个这样的遮罩 画好这样的遮罩之后啊 画好这样的遮罩之后呢 按住Ctrl键得点击遮罩 是吗遮罩呢会变软啊 本来是这样的 按住Ctrl键我们点击遮罩 遮罩呢变软 然后呢在点击空白处 返选遮罩之后 按下W键 按下W键 把我们的坐标轴给它移动到鼻尖前端的位置上来啊 然后呢用缩放轴 中间这个黄色的缩放轴给它呢 看到没有啊 给它呢这么收一下啊 那么它就会根据你坐标轴的位置 把你的面呢从这个地方给它收一下 收成一个小尖尖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稍微的你看按照圆图中的一个效果 稍微往上抬一下 好吧 这个操作学会了没有啊 学会的同学可以扣个1啊 学会的同学可以扣个1啊 然后呢继续我们Denimension 重新激活一下 好吧 给它呢重新布一下线 把鼻子周边的这些结构啊 我们稍微的平滑掉一点点 好吧 稍微的平滑掉一点点 哎 去把这个感觉啊 给它呢带出来啊 鼻梁鼓啊 稍微抬起来一些 稍微的抬起来一下啊 把它的鼻梁鼓 好吧 再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在这个基础上啊 我们呢 跟它把嘴巴这一块适当的往外 看啊 我适当的 把它嘴巴这一块的结构呢 稍微叼的高一点点 哼 啊 负一 负一这个同学就有点离谱了 啊 是不是新手第一次过来 没有接触过像这样的软件呢 那有多少同学没有接触过 ZB这个软件呢 来 可以QV1啊看一下啊 因为像ZB这样的角色呢 相对来说 它是需要有比较强的基础啊 你们才能够就是说 能够听明白 能够学得懂的 好吧 如果说你们自身呢 没有接触过ZB这样的一个软件的话 你们自己需要的话 加一下 我把我们先辈老师的微信号 给你们发弹幕上啊 你们自己呢 就加一下我们先辈老师 找他去拿就好了 当然各位同学 你们也要记得注意礼貌啊 这样很多同学他就是 很不礼貌 哎 那个B赶紧的 把那个基础交易视频发我啊 赶紧发给老子啊 那这样的同学呢 我们也是不欢迎的 好吧 因为本身嘛 像我们课程就是免费给大家开放的 送的软件也是免费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礼貌一点 稍微的呢 把他这个头部造型调了一下之后呢 我发现现在我做的这张脸有个什么问题啊 大家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没有 就是我这张脸是不是太成熟了一点 对啊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成熟 什么地方会显得成熟呢 就是他这一个嘴巴下的这一块啊 对吧 我们呢稍微的啊 把这一张脸啊 给对长了啊 我们稍微的给他呢 挪短一些啊 挪短一些 然后呢去把他这个倾斜的角度啊 稍微的收一下 看到吗 收完之后呢 我们要记得去调整他下额的位置啊 稍微的把他下额的位置呢 稍微调整一下 对啊 然后呢再smouth平滑一下 对啊 现在这样是不是 现在这样你调完之后是不是好多了 对不对 你调完之后是不是好多了 看现在这个感觉 对啊 你不调的话 你不调的话对吧 因为建模嘛 它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啊 一点一点的呢 把我们的形体稍微去调整一下 对吧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内容呢 就好很多了 好吧 那稍微的把这个头骨的一个基础造型呢 我们做在这啊 用我们刻线的笔刷啊 稍微雕刻一下他的嘴巴 好吧 我在这边呢 找我们的一个刻线笔啊 找我们的一个刻线笔刷呢 去把他的一个嘴巴呢 像用刻线的方式啊 这样的雕一个出来 给他呢 往上翘一点 好吧 往上翘一点 翘的有点多了 稍微的往上翘一点之后呢 然后往下再拐一下啊 往下再拐一下啊 往下再拐一下去做一个它的基本的嘴角啊 根据像动漫的 像动漫的 它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唇峰啊 或者下嘴唇的结构 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这种结构的啊 我们得轻轻的啊 在上面呢 跟他做一个小小的凸起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啊 轻轻的做一个小小的凸起啊 就可以了 好吧 去表现一下它的一个嘴唇基本的结构嘛 然后呢 稍微往外再挪一点点 稍微的往外再挪一点点 把这一块 挪一下啊 轻轻的去做一些基本的修改 好吧 OK OK 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加它的耳朵啊 耳朵的那个耳朵的一个制作方法的话呢 一般啊 我们是会直接使用到 ZB里面的这个人头笔刷啊 就ZB里面人头笔刷的话 你可以按B啊 打开笔刷栏 然后找到它 这个是ZB自带的 好吧 你点击了之后呢 里面会有各种各样五官的一些东西 可以给我们插入吧 那么我们只要找到耳朵 点击耳朵之后 新手同学这里要注意认真听一下 就接触ZB没多久 同学要认真听一下 找到耳朵之后呢 我们来到侧面啊 去把它的耳朵呢 穿插在我们的模型之上 你就直接用笔刷那么一滑 看见吗 耳朵就出来了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本来我们的模型是白色的 对不对 我们呢给它那么一滑好 模型头变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这个耳朵插入在我们这个人头之上 我们的人头呢 就被遮罩遮住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单独的去调整我们的耳朵 知道吧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W键上面的坐标轴 你可以旋转它的角度啊 调整它的位置 对吧 把耳朵呢 我们给它穿插在这个模型里面啊 好吧 穿插在我们模型里面 然后呢给它贴合上去 角度的话呢 进行修改啊 贴合紧 贴合紧密 OK 像我这样贴合好 好吧 适当的呢 我觉得耳朵小了点 稍微放大一点点 继续呢 我们做贴合 然后 然后 在这里啊 我们回到我们的雕刻模式啊 在雕刻模式啊 在雕刻模式的情况下 用木无笔刷把 注意啊 把后面这些穿插的位置啊 我们一定要跟它塞到头里面去 好吧 你不论怎么样你得给它塞进去啊 好吧 塞进去以后呢 像耳朵的造型啊 我们也是需要去调整的 被耳机挡住了是吧 没关系啊 因为讲实话啊 这个耳机我并不打算制作啊 因为一节课可能说实话 像再去做一个这样的耳机的话 时间不是很够 好吧 所以呢我们把耳朵做出来啊 OK 然后呢 再去按照啊 人类耳朵的一个造型呢 去对它进行调整 对吧 稍微的把它的耳朵呢 轮廓啊 调强烈一点 好吧 因为官外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很多朋友会说啊 老师感觉有的时候 官外课上面讲的一些东西 做得很很快 然后呢 就是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精致啊 然后就相对显得会有一些草率 对吧 那这个我肯定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的 因为像我们官外课程呢 是我们的一个基础展示课啊 像官外课程上面所讲解的内容呢 一般也都是属于一个展示的过程的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节目的思路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确实啊 没有办法说达到特别特别精致的效果 好吧 可以跟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往期 像我如果是我讲ZBR 我们往期ZBrush呢 像课程上面能够做到的一个程度 好吧 跟大家提前打个预方针 比如说像我们 像我平常做ZB的话 我们上官课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随着啊 就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半身像的一个雕刻啊 嗯 桌面 我是存在桌面啊 我记得啊 在这啊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平常ZB ZB上官课 ZB保存那些 我上官课做的东西 嗯 像我上一次是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啥来着 啊 做了一个这个 嗯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嗯 嗯 嗯 上一次我是做了一个这个啊 上一次我是做了一个英雄联盟里面的那个阿卡利啊 啊 阿卡利啊 啊 这个是我上一次做的啊 啊 就是属于像这种胸向级别的一个东西啊 那确实时间不是说特别多也没有办法说啊 做的特别特别的精致啊 啊 也确实就是你不可能说拿像我们班课的东西去对标啊 平常我们做好久好久的内容吧 对标不了 好吧 啊 啊 我们适当的呢稍微去调整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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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呢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啊 面部的一个啊 这种肌肉轮廓的啊 这种苹果肌啊 鼓起来的这种感觉啊 啊 稍微你看给它鼓起来一点 对吧 啊 让它呢不要显得那么的营养不良 OK 不要那么显得那么的营养不良 好吧 啊 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呢 啊 我们适当的把他的眉毛啊 啊 这个眼睛这里呢 稍微把这一段啊 我们往上抬一点 把这一段呢 我们往下拉一点 因为其实它这个眼睛它是真的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就要在眼睛这一块的位置呢 去做一个位移啊 给它眼睛腾出一个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绘画的一个位置 绘画的一个地方 好吧 啊 这一块你看啊 挪起来 OK 做它 啊 啊 现在基本上呢 像我们这个人物角色啊 现在我们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头部啊 头部的一个大的形体呢 基本上形体就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跟它加细节 或者说啊 想要跟它把这个嘴巴附近啊 或者说鼻子附近这些块面做的比较平滑的话 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就会呢 给模型增加面数了 好吧 加面的方法呢 我们是使用Denimension 把分辨率呢 从128的分辨率调整到 比如说我调整到300多 对吧 然后呢 重新去激活Denimension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见啊 现在头部上面的点线面数量 就已经成几何倍数的进行增加了 啊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去雕刻比如说嘴巴不平整的地方 对吧 我们现在嘴巴这里不平整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跟它呢 做得更加的平滑了 看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跟它做得更加的平滑 然后像嘴部的一个刻线呢 我们可以刻得更加的深刻一点 然后再把嘴角呢 稍微的跟它带出来一下 啊 OK 像这么去带 好吧 像这么去带啊 带出来一点 稍微的带出来一点 然后呢 然后顺势啊 我们把头部上面这不平滑的地方 我们通通按Shift的键啊 smos去做到一个造型平滑 嗯 嗯 稍微的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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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像这这块看 它这个面是非常的粗糙的啊 我们按住Shift的键啊 去把它平滑掉 好吧 把这粗糙的感觉呢 通通平滑掉啊 让我们的整张脸呢 都变得非常光滑之后 对吧 再来我们塑造一下它耳朵的基础造型 啊 这边大家认真看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去雕耳朵的 好吧 嗯 耳朵在这边我们雕刻的话呢 首先啊 我们得加强它的刻线啊 比方说在这里我们找到刻线的笔刷 对吧 你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用其他的刻线笔刷啊 我们呢 跟它加强它耳朵的刻线啊 把它这个耳轮的轮廓啊 耳轮的轮廓呢 跟它深入的进行一个数字雕刻 耳轮的轮廓像我这样啊 深入的进行一个数字雕刻 好 然后呢 到这边啊 慢慢慢慢的变轻 它到这边来是慢慢慢慢变轻的 你看我 这里你看我会叼得很重啊 到这边也是一样啊 我会叼得很重很重啊 我会下下笔下的很有力 然后呢再到这边呢 我轻轻的对吧 我的笔呢就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直到这个地方结束好吧 那这边呢是表现清晰它的一个耳轮啊 把耳轮呢 稍微做清晰了一些之后 我们要去抓它耳朵的形体 比如说它的这个 Y字形体 比如说它这里的一个小Y字形 这样的一个小Y字形体的话呢 在这边我可以轻松的 用我们的笔刷呢 去跟它雕刻出来 轻松的用我们的笔刷雕刻出来 好吧 然后再到这边呢 我们去跟它啊 往深入 把这个小Y呢 深入这个一个雕刻 这个地方就是它耳朵里面的软骨结构了 雕刻出来之后呢 重新Denimation激活啊 我们去平滑一下 去平滑一下它这边的一个耳轮的结构 好吧 OK 这边然后这里的软骨也是一样的 把这个耳洞啊 我们能往里叼 耳洞往里叼了之后呢 一样呢 我们把这边的一个耳朵软骨啊 给它们带出来 好吧 跟它们做墙 OK 然后再来拽一下啊 然后这个时候啊 用木工具来拽一下它的一个小耳朵啊 把小耳朵呢 给它从这个地方来拽出来 对吧 人是有小耳朵的嘛 那么我们轻轻的给它拽出来 是吧 去塑造它一个相对比较立体的这样的耳朵造型 再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轻轻的用刻线的笔刷啊 找到我们的鼻底啊 这个地方呢 轻轻的我们用刻线笔刷呢 这么给它刻两下啊 把它的一个鼻孔的位置呢 适当的进行一个表现 稍微的刻线啊 表现在它的鼻孔 那就可以了 整体的造型的话 我们把鼻尖啊 稍微再抬起来一点 这里这个弧度 对吧 一定要做漂亮 像这种二次元这种卡通人物 角度这种手办啊 这个鼻子 这个鼻尖骨的这个弧度啊 稍微给它做漂亮一点吧 可以抬尖一点点 都没关系 好吧 OK 耳朵好大 那是因为没有做头发啊 那是因为没有做头发 做了头发之后就会好多了 当然你可以把耳朵呢 稍微做小一点 因为像可能很多同学啊 他没有了解过人物角色的形体 他可能并不知道 耳朵的一个造型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如果说你是亲手 刚接触的话 你们可以摸下自己的耳朵啊 首先 人的耳朵的起点 它是在你的这个下颌骨上面的 你摸 现在你摸 这个起点是不是在你的下颌骨上 是不是 yes or no 对啊 肯定是的吧 那你自己摸下自己的耳朵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到这一边啊 然后呢 人的耳朵最顶端 它是在哪呢 它是 基本上是假设你这里是它的外蜒角 对吧 那么外蜒角和你湄公骨之间 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上下会有一定的幅度 好吧 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最顶端 这是耳朵 对吧 然后呢 最底端 它是在你的鼻底位置 是一条直线过来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问题吧 大家摸完之后呢 那你现在摸完之后 对吧 这个是基本的标准人体结构啊 这种东西的话是大家 可能你现在觉得耳朵比较大啊 是因为它可能缺少了像头发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衬托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耳朵有点大 这个是正常的 好吧 当我们去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可能不会这么觉得了啊 好吧 然后呢再到这边来啊 再到这边来的话呢 我们接着去走啊 接着去走的话 就比方说 那我现在来教大家做一下这种头发吧 因为像这种头发呢 你说它难做吧 相对来说也还好 你说它不难做吧 但它又没有那么好做 就挺离谱的 好吧 这种头发制作的话呢 首先我们要去找到它的一个发量的多与少啊 一般我会在这个地方啊 看啊 一般我会在这个地方呢 我按住Ctrl键 把笔刷呢切换到遮照笔刷 然后把笔刷的模式啊 这个是遮照笔刷呢 我们把遮照模式呢 换成套索模式啊 套索模式 然后从侧面这个视图 我们呢去跟它啊 用遮照的方式去跟它拉个发际线出来 拉个发际线出来 拉个发际线出来 啊 可以看一下对吧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发际线的位置啊 稍微修一下 啊 稍微的还可以再修一下 啊 啊 OK啊 这边是它的一个 法际线的一个位置啊 嗯 OK 啊 然后再到这里的话 这个呢 补一下啊 啊 把这一种啊 地方给它补好 好吧啊 啊 那么上面你的法际线的位置呢 通通的啊 都被我用遮照呢 给它遮住了 然后我们按住Ctrl键加Alt键两个键 同时按住去点击遮照啊 去快速的硬化我们的遮照之后呢 呃我们利用提取功能 好吧 提取功能的话 我们直接在模型的表面点击提取啊 它呢会根据我们遮照所在的位置啊 给我们呢去生成一个 看见了吗 啊去生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像啊 贴合在上面的模型 好吧 看见没有啊 可以贴合一个这样的模型 但我觉得这个厚度好像不够厚啊 啊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 把这个厚度啊 稍微增加一点 比如说我增加到那个 差不多这么厚吧 我试一试啊 就厚度得看啊 得看起来 因为其实像这种女性角色的一个 头发发量是比较多的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这个发量 这么厚啊差不多了 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接受啊 把这个我们提起出来的这个模型呢 跟它呢接受下来 然后再去利用这个模型啊 我们单独显示一下 再去利用这个模型啊 我们去给它 把这一块吧 这一块多余的 我们给它隐藏掉 好吧 给它隐藏掉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去做一个 嗯 在这边我们去做一个 做一个结构 差不多 差不多啊 把这些面我们隐藏掉 然后呢 点击自动分组 然后把这里 这个组也给它隐藏掉 看到 这里啊多余的形体 我们全部都隐藏掉 然后呢在这里啊 我们点击删除隐藏 把隐藏掉的地方全部删除了之后 那这一块是空的 我们点击封闭孔洞 给它补上这个洞 好吧 再在这个基础上 Denimation一下 再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Denimation 重新跟它分布一下面数 让这样一个东西呢 像头盔一样盖在我们的脑袋上 哈哈 严格支持交通规则 是吧 这里得去做的 得去雕呢 好吧 你不雕的话怎么出来造型呢 然后呢我们把这边 法际线这边做好衔接啊 给它呢 雕好的 往里面呢 雕刻好一点 那这一块的话 也是一样啊 往里面雕刻好一点 哎 对吧 把这个衔接处的一个 泼面的一个感觉啊 给它带出来 好吧 泼面的一个感觉 像我们这样 轻轻的雕啊 给它呢 轻轻的带啊 带出来 好吧 让它呢 贴合在咱们这个人物角色的这个头皮之上 贴合在咱们这个人物角色的头皮之上啊 去做好一个贴合 这个东西我又不是变魔术的 咱又不是魔术时 我们是建模式啊 你想一瞬间就看到效果 那怎么可能 对吧 你模型的所有结构 都是需要你一点一点 像这样去做出来 调出来的 对吧 像可能现在很多同学 对吧 就像平常快节奏的生活过习惯了 对吧 什么都是快节奏 对吧 平常看抖音 对吧 玩B站 都是看到短视频的 啪一下就过去了 那你可能在B站上面 你看到的某某某的加速视频 对吧 那很可能人家是做了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 好几个星期 甚至好几个月 他才做出来的东西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你可能的啊 你几分钟就看完了 那这个东西 你想要去好好做好一件事情的话 它可没那么简单啊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边啊 贴合头皮这一块的这个模型呢 我们稍微跟它进行一定的平滑 把这个贴合头发的这一块呢 进行一定的平滑 然后 往里呢 贴合 往里贴合好 看个吧 经常看我们视频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啊 像我们B站发的视频 绝大多数都是完整的就是视频嘛 就是完整的一个模型的视频嘛 对吧 不说完整的流程至少 模型的视频啊 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也没 我们每个视频平均都是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 那都是我们关爱课上面所讲的东西嘛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这里 能理解理解吧 好吧 适当呢 我现在啊这个样子啊 对吧 把它的一个啊 头发的发量啊 就基础的发量 我们先不管刘海好吧 我们先不要去管刘海什么样啊 先像我这样呢 把基础的头发发量 我们雕刻出来之后呢 然后啊 按照我们的这个CleanBuildUp这个笔刷啊 用这样一缕一缕的方式啊 像这样一缕一缕的方式 给他呢 把他的双马尾的位置给他找到 比如说他双马尾的起点在这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就在这里 跟他呢先去刻一道中线 刻一道中线 好吧 稍微刻一道中线 然后呢 以这个中线为基准啊 我们呢 一缕一缕的啊 这么去调 把它双马尾这一块的这个啊 马尾边呢 我们这样子啊 往这边 聚合 啊 往这边聚合 啊 继续聚合 啊 继续聚合啊 去把这边的一个啊 这种啊 一缕一缕的感觉 我们稍微的啊 雕刻的深入一些 啊 然后呢 再把这里啊看啊 啊 因为头发它是往两个双马尾起 起 起始的点的啊 汇聚的 所以呢 像这种马尾边啊 它汇聚过来的这个感觉呢 我们这一块啊 稍微要跟它做大一点点 啊 因为它头发在这里比较多嘛 对不对 看着看着 这就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 我觉得现在还不至于啊 同学还不至于啊 我现在还只是在做基础的造型 好吧 啊 现在还只是在做基础的形形而已啊 还不至于啊 没必要就是说 这么早流啊 流下了 不争气的 啊 泪水啊 特别是嘴角好吧 你稍微让你的嘴角啊 冷静一下 稍微让你的嘴角冷静一下 然后稍微明显一点 明确一点 是吗 稍微把这边的这种 线段之间 这种间隔啊 稍微做的明确一点 啊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啊 要技术的操纵啊 现在我们这种就是去跟他呢 明确像这样的线段 然后呢 去做一些基本的平整啊 平花调整 让他这种头发呢 有这种啊 往后收的感觉 好吧 让他有这种基础往后收的感觉 但整体的一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是得去调好 对啊 比方说他这个头发 从正面看的话 他的一个对吧 这里一个鼓囊的一个程度 对吧 我觉得有点不够鼓 然后前面这里呢 有点太鼓了 这边我会去 基本的对他的造型进行一些微调 啊 然后呢 我们先不管他的马尾 究竟如何 好吧 我们来做一下刘海 呃 像这种刘海的一个制作过程的话 呃 这里啊 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刘海的一个制作过程 它主要是以这样的一个条状的物件啊 一片一片搭建出来的 对不对 它是一种条状物件一片一片搭建出来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搭这样的条状物件呢 呃 一般 一般在这里啊 一般在这里呢 我会去使用到像是这样的 呃 会去使用到一个这样的笔刷吧 叫SKHair笔刷啊 那同样也是SK这里面的一套 好吧 我们去找到SKHair这个笔刷啊 点击SKHair这个笔刷 点一下啊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呢 找到这个SKHair 它呢 会根据你这个现在笔刷的这个大小啊 然后呢 去生成这样的模型 看见了没有 比如说 可以吗 我们要去做一条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就可以用SK去做 像这个呢 用于做眉毛啊 或者头发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好吧 那么呢 我们在这边利用SKHair这个笔刷呢 我们可以轻轻滑一条比较细一点的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滑一条比较细一点的出来 是吧 然后我们滑出来的这个 滑出来的这一条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啊 因为它滑出来的时候又粗又长 对吧 它这个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恶心的感觉啊 对不对 有没有 就它是很粗的很圆的 它并不像 对 它并没有这种头发的感觉 对吧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大家看好了 我们要去设置的 好吧 好好学啊 这里啊 我们要去设置的 怎么设置呢 首先我们找到笔刷 笔刷呢 打开我们笔刷的修改器 在修改器里面呢 第一这里有个压力 压力这个东西呢 你大概调到30左右 那么接下来你画出来的这一段线 它呢就会被你的提高的 因为我们把压力从0提高到30左右 所以它压力高了 我们笔刷它就被压扁了 知道吧 它就被压扁了 看见没有它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 那么 然后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啊 再在这个基础上 看清楚啊 我怎么操作呢 我们呢找到笔触 笔触呢找到曲线修改器打开 在这里有个曲线衰减 点击曲线衰减 我们把这个曲线衰减里面的这个图片 给它们重置了 好吧 这个框里面的东西呢 就代表了你笔刷现在的一个 就是你这个头发现在的一个状态 这边是起点 这边是终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见吗 起点很细 中点很粗 看见吗 这个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笔触的一个状态 再看啊 笔触曲线修改器里面 看见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让我们的起点 对吧 相对的啊 我们的起点呢 要相对的细一些 然后呢 中点相对的细一些 然后呢 把中间这一块相对的高一点点 知道吧 让它做到一个由粗变细再变粗的一个感觉吧 由粗变细再变粗的一个感觉 好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缩状啊 然后我们再来划一遍 看见吗 那现在这个感觉呢 是不是就更像是头发的感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再调一下啊 比如说你要觉得还不行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调一下 我们可以再调一下 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 它的这个感觉 然后呢 再来 看见 是不是 它就会更加接近我们图片的那个效果了吧 就这么做的啊 那么我们呢 用这个SKHare呢 先跟它来划一段它这个主刘海 好吧 划一段这个主要的刘海部分 划一段出来 划出来这个主要的刘海部分呢 我们点击其他地方 把它中间这根虚线 随便点一下 把虚线先取消掉 然后因为它现在呢 跟你的头发是一体的 我们点击拆分隐藏啊 把那个头发呢 从这个模型上拆下来 然后再去调整它的基本厚度 比方说 现在这个刘海呢 我觉得它现在是小了点 对吧 我放大一些 然后呢 再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去调整它的厚度啊 稍微呢 给它呢 用目不比刷 对吧 挪厚一些 挪厚一些 好吧 挪厚一些的基础上呢 我再稍微的给它呢 挪宽一些 挪宽一些 Ctrl加D 我们可以给模型 给它增加细分 可以给它增加细分 好吧 Ctrl加D 然后呢 再去调整 再去调整 再去调整它的一个基础结构 比如说它这个末端的一个 这种弧度的感觉 稍微的给它 拽一拽 我现在用的这个材质球 它是比较偏向于黏土的材质球啊 这样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好吧 我以个人的名义出发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材质呢 相对来说 你如果是做手办的话 会比较有感觉一点 这个是一个感觉问题 好吧 就感觉我更像是在玩泥巴 对吧 这种土黄色啊 我不知道其他同学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反正我是有 好吧 我就用这个材质球做 我不听 等会上颜色的时候 我再改嘛 等会上颜色的时候 我再改 改成其他的色 那我现在我就这么做 OK 适当的呢 适当的我们在这边 去把它的这个 模型的技术造型 像我这样挪出来 挪出来之后 角度稍微改一下 然后呢 再给它掰弯一点 稍微的掰弯一点 然后呢 这个地方它是 像它这种头发 它中间是会有一条 这样的线的 我们适当的 用这个pinch笔刷 去收一下 用pinch笔刷 去收一下 它中间这一条线 给它收出来 收一下这条线 收出来 pinch笔刷呢 它是有这种 将网格聚拢的一个感觉的 这样 我们呢就可以去做 像它头顶上面 这样的一段线 好吧 稍微的呢 跟它去明确一下 然后再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呢 看清楚啊 我们有了一段头发之后 Ctrl shape加D 我复制 复制第二根 然后呢 调整它的角度和大小 包括它的一个宽度 都可以调 复制第二根 往这边去做拼接 稍微的去做好拼接 Ctrl shape加D 好啊 适当的呢 把这个稍微再细一点 OK 继续呢 把这边我们选择这个吧 选择这个 Ctrl shape加D 复制啊 就慢慢的像这种 差不多的这种头发的结构呢 我们就这样去复制出来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双猫尾啊 可能它看着有点像那个春丽 是吧 现在因为没有双猫尾的那个感觉的话 所以可能它看着就是有点像那个春丽 对不对 稍微等会我们慢慢的做吧 把双猫尾一点点做出来之后 就会慢慢的会比较接近于我们图片中的这个人物角色 因为确实啊 模型在没做好之前 它可能什么像什么的东西都有啊 这个很正常的 对吧 你可能像有些同学 他没见过春丽的 他可能见过别的 对吧 比如说那个小林 像那种就中国风比较强的一些人物角色 他可能都会联想到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吧 那么适当的呢 我们在这边把这些结构去调整好 去调整好 好吧 这一段 然后呢 继续Ctrl-Shift压力复制 然后我们现在复制完之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去镜像并焊接一下 我们把它的细分级别先删掉 我们在这边把它的细分级别删掉 然后镜像并焊接一下 然后把镜像并焊接之后呢 这边这一段啊 我们呢 给它进行一个删除 啊 删除隐藏 好吧 先隐藏就要删除 然后删除隐藏啊 然后再到这边来 把这边的这个头发 我们给它复制过来 换了一个边 对吧 我们继续呢 去做这样的并接 换了一个边 继续做这样的并接啊 去做好 摸好它 摸好它的一个造型 手办 你在CB里面做的这样的模型 它肯定是高模 它的点线面数量肯定是很高的 当然是高模 手办一般的话 都是做高精度高面数的模型 对吧 你只有你的精度和面数上来了 你的模型才会足够细节足够多 对吧 你模型3D打印出来之后 它才会足够的好看 知道吧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做手办做的肯定是高模的 很少很少会有人用低模去做手办的 当然就是 什么是手办呢 这个东西它的定义也是模糊的 对吧 就好像你问老师 什么是那个 什么是美女一样 对吧 因为每个人他对美女的定义都不同 对不对 有些人他喜欢这种类型的 有些人喜欢另外一种类型的 这个都不一样啊 所以就像手办这种东西 它不一定说是对吧 你觉得它是手办 可能别人觉得他不是 对吧 像有的同学他可能很喜欢那种方形的啊 可能很喜欢长方体啊 但就算你只做 你只花六个面去做一个长方体 把这个长方体给它打印出来呢 那其实它同样的啊 也可以叫手办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能理解我说的 能理解我说的内容吗 就手办它是一个概念啊 哪怕你喝了瓶矿泉水 对吧 你觉得这个矿泉水瓶很好看 哪怕你这个矿泉水只花了两块钱 但是这个矿泉水呢 你很喜欢它这个瓶子 你同样你可以保存下来 那在它在你的眼里同样这个东西 它也叫手办 你知道吧 就这种东西它的一个概念是含糊的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 只是大众意义上的手办嘛 对吧 就是说模型嘛 对吧 人物角色的 用卡通人物角色的模型 对吧 嗯 像 其实像很多我们虚游戏的 虚游戏的 它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挺多的 对吧 就比如说你自己平常喜欢手办的 你可以做手办 包括像平常那些手办的单子啊 外包我们也都可以去接啊 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稍微的啊 像这样呢 去把它的一个发型呢 处理好 然后呢继续扩出些比较低复制啊 缩小 去把它这个 发型结构啊 发型结构像我这样 把这一块抬起来一点 然后稍微加厚实一点 好 稍微的加厚一点 OK 是不是 这边这个头发 你稍微做了一下之后 这边感觉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对吧 就是这样慢慢做出来的 模型了 对吧 如果说你自己想要做好的模型 你又不愿意花时间 对吧 你又不愿意花心思啊 那基本上 你设计3D建模这个行业 你还是远离吧 可以给你们喵一眼 想学好建模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会沉下心来 想学建模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学会怎么把心沉下来 你不把心怎么学会沉下来的话 那这个东西学起来就难了 因为我自己 说实话 像我自己以前 我的性格就算是那种比较浮躁的 但学了建模之后呢 确实好多 因为你再怎么急没用啊 你越急 你越吃不了这个热豆腐啊 说实话 我啊 我很久以前学的了 我很久以前学的了 不合适 这个我如果跟你说 对吧 我以前在哪儿学的 那不是属于给别人打广告了吗 对吧 那我现在这个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也是属于做教学的 对吧 那这个东西 你不是让我把自己 自己把自己给炒鱿鱼了吗 对不对 你说这不是属于 属于让我自己炒我自己的鱿鱼吗 那这个就很过分了 心急可以吃我的豆腐 就离谱 好吧 我的豆腐有什么好吃的 这么变态的吗 我们把这个模型继续去做复制 去做好他的一个造型衔接 好吧 在这里呢 他的这个头发 稍微的跟他片一下 稍微的跟他片一下 片一下他这边的形机结构 对吧 把这个发间啊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就这样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也没必要非得去复制 对吧 你实际上也就是干嘛呢 实际上也就是在跟他拽一条头发出来的事儿 你看再跟他 再跟他拽一条头发出来就算了 看啊 像这样拽一条啊 拽出来啊 这边 拽一下 差不多 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呢 确定下来啊 确定下来我们柴粉隐藏 把这个 拽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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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拽出来的